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情是国家 我们这一个家 和谐共处 在同一屋线下 同步玩手 我们一起去爱 胡他 无句波子 逆境更要自盖 清快温暖的旋律 朗朗伤口的歌词 两个月前 这首《我们的家》已经推出 就温暖了无数香港人民的心 其演唱者邝美云不仅是歌手 演员 商人 如今也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和香港同乡社团的负责人 而他的童年是在一间小歌楼里度过的 其实我从小家里没有很多的物质生活给到我们 我小时候我住的地方大概是二十多坪 三十坪左右吧 然后有住了十几个人在里面 我住在那个阁楼 阁楼呢 我上去之后我要爬进去的 那个地方没有我的肩膀宽 在这种环境下 邝美云依旧保持着乐观的个性 她很早就开始打工 赚钱养家 1982年 正在一家企业做公关宣传工作的她 参选了香港小姐 一举夺的亚军 从此进入了演艺圈 我想其实去选香港小者呢 应该是可以拖展这个眼界 把那个朋友圈 那个生活圈子 可以再广阔一点 然后之后呢 选上了 我就当了香港早晨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是很早的 早上的节目 到我设任的那年 我要表演歌舞 那电视台的监制嘛 记者人 他们就看到 哎 美云是可以唱歌的 这样子 成为歌手以后 邝美云推出了许多优秀作品 包括《容易受伤的女人》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等等 逐渐红遍了大江南北 1991年 她登上了中央电视台 春节恋欢晚会的舞台 我记得还要去彩排那个舞蹈啊 然后怎么作姿啊 这个演出的时候的细节 自己也有研究 那所以我其实也 青春岁月嘛 现在想回去就是也蛮多年前的 那也看到现在 我们看到现在 越来越进步啊 你看春晚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好的演出 我觉得真的文化的力量很大 它可以真的 真正的说好中国故事 特别你看到那个文明啊 现在一些演出 你说我很喜欢看永春 然后你春晚的时候也看了 看过我们的《千手千眼》 这些都是一个很亮丽的招牌 那当然歌曲呢也是很好的 特别一些爱国的歌曲 那我觉得我也希望能够多唱一些 爱国主义教育的歌曲 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拓展了邝美云的视野 1997年她退出歌坛 后来逐渐投入美容和珠宝行业 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后来她又担任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积极参政议政 她特别关注教育事业 在内地援建了许多学校 我是90年代的时候呢 我就在大湾区 现在的大湾区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广东省 巡回演出演唱会 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 我就在开始在内地不同的省份 建中小学还有农民工学校 我记得我在2003年的时候 碰到一个朋友 她是一个江西人 她说邝小姐 我们现在九江市呢 有一个学校需要原建 因为那个现在变成微房 你可不可以帮忙 出资帮助那些学生 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内地不同的省份呢 援助学校 然后那次呢 我还去了 宁夏雇员 看到那个学生呢 那个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就看到小孩子呢 都没有穿鞋子 然后我就问他们的 家里的家人 我就问 你们这里的收入有多少 就是一个家庭的收入 她说他们一家人 年收入是350元 就是你看我们一年有365天 那就是几乎一块都没有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国家的进步啊 现在有两万多块 虽然如今的工作重心 已经不在演艺界 但邝美云依然会通过音乐 发出自己的声音 2022年她参与演唱抗议歌曲 《狮子山下同心抗议》 如今又现唱 由香港特区政府爱国主义 教育工作小组 推出的这首主题曲 《我们的家》 她说这是一首温暖的歌曲 只要带着 对《我们的家》的那份爱去演唱 就会唱得很好听 你知道我以前唱的歌曲 就是比较忧郁的很多歌曲 其实我一直都很希望 有一首歌是爱国主义的一些歌曲 然后我就前阵子就找了张家诚 帮我们去共同构思 我说我想写一首这样的歌曲 然后我要我笑着来唱 这个歌我要很温馨很温暖的 所以我们后来做了《我们的家》 我就用《我们的家》送给香港 还有我们全国的朋友 希望大家自前不惜 做一个爱国爱港爱家乡的中国人 谢谢大家